我想应该没有人拒绝结架肉再加一份全家桶吧 直接把薯条放进蒸烤箱 选择炸锅模式 想吃多少炸多少 轻松实现薯条自由 第二道鸡全腿洗干净 在肉厚的位置打上花刀 方便入味 腌制的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 一点点的二凉粉增加灵魂 把腌制好的手上腿放在烤盘上 肉厚模式180度30分钟 打开箱门的一瞬间 浓浓的肉香就飘了出来 看着口舌都要留下来了 第三道全家桶怎么能没有蛋挞呢 搅拌均匀后 剥下筛口感会更细腻 选择蒸烤模式200度20分钟 今天用到的是松下蒸烤箱 看看这大容量 全家就算有6口人都够吃 不仅可以蒸烤炸 平时还可以解冻肉类 发酵酸奶消毒餐去 像家里厨房比较小的 以及巴用超省空间 蛋挞心也好啦 酥脆的薯条 微嚼多汁的手香腿 还有香甜嫩黄的蛋挞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